第四集 《 天堂 》 嘩!在商場內瘋狂飛車 好像看電影狂野市速一樣 原來這裡是加拿大多倫多約克區 星期三的凌晨1時多 發生一宗飛車搶劫案 兩個賊人駕駛一架黑色私家車 撞位救物中心的玻璃門 闖入商場內搶劫了一間電子商品店 一度在商場內瘋狂飛車 最後衝破了商場另一趟玻璃門逃走 事件中沒有人受傷 店舖正點算損失 警方指兩名刷人犯案時 身穿簾帽上衣 而涉案的私家車屬於布室車輛 相信車輛偷回來 警方已找到涉事的車輛進行搜證